大家好,我是华杰梅奥格,我身处的地方是全国最大的二组手机批发市场,为大家讲述了真实的拿务行情 首先这是12%的256G,每版无所上网的 像这个是外观橙色的99星,电子效率的那种967的95多一点的 这种拿货价4950块钱,对比前两天拿的那种电池100的是便宜的5150马是便宜的200块钱 然后它的平均充电次数是加了100次左右,然后效率少了4个点 大家觉得这两种机器的价格哪个性价比更高点呢 每版无所的机器呢,跟国防机器的区别就是单卡跟双卡的区别 信号功能质量呢,各方面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是13Pro Max 128的有所全新位居合的机器,目前是还没有黑解的 拿过来啊,像这个机器目前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金色6350,黑色6450,蓝色6550,白色可能说还要再贵一点 无所的机器呢,目前机器的行情在7300左右,而且还没货 像黑解的机器呢,你只要黑解以后,是吧 只要你不还原,不刷机,用起来呢,跟无所是一模一样的 信号功能质量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在一般使用的途中是不会随意的去还原的,对吧 这是XS跟XS Max的5142机 经常看奥哥视频的也都明白,是吧 这种5142的跟奥哥价格差距呢,这种机器就只有100 像这个XS90电池,外观99新的,200050 XS Max,99新的,效率90多一点的,2500块钱,比256多了什么,只归了100 内存呢,多了256个G,但是514的货呢,比较少一点 但,意思就是大家买514的内存如果说是刚需需求的 你就不,其实不必要呢,花很多钱去购买一个超级大内存,对吧 这是13的256级,每版无锁的 这是紧自单卡,像这个机器呢,外观橙色呢,就有轻微的小瑕疵 你看左下角这里,有轻微的小吊气小磕碰,对吧 屏幕一点点的微花,可以贴膜完全无视的 机器价格呢,就比较合适了 4988,那这个价格拿货架真的是还是比较可以吧 充电呢,只有十几二十来次 所有的13系列,兄弟们,基本上都是充电了几次,或者说十几二十来次 保不进了多几十次,都是电池100的 充电次数呢,都在100次以内 所以说很多兄弟要到95效率呢,没有啊 这是S12代,六世级的日版无锁全员高达机器 像这个,也是三网中的啊 这个机器的价格呢,就非常香了 1350,外观橙色呢,99型,效率呢,都是95以上的 这是2020年上市的机器,搭载着呢,是A13的处理器啊 很多兄弟选一个性能好一点的,什么商务的,什么 啊,备用机,或者说给自己的老人使用呢 这种机器也是比较合适的,价格也比较合适嘛,对吧 除了它的,啊,电池续航可能说没那么好 因为它的性能呢,真的是非常的强劲 跟A13跟11一样 这个呢,是给据弹火老板家里挑选的 Supro Max 256G的 这个型号呢,目前是真的是非常缺货 到上,到他老板家里来拿挑呢 其实价格真的没有什么优势,主要是货好一点 这都是99星,电视效率呢,都是100,重点两位数的 都是那种年份比较近的机器 拿回家呢,6050,真的不便宜 对吧,比年前可能说还涨了50块钱了 但是主要是货好 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其他机器的真实拿货行情呢 都会在评论下留言 你们的问题呢,我都会给你们一一详细的回复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我都会给大家看